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知名连锁咖啡星巴克,传出某门市厕所遭色狼偷拍,多名女子如厕画面全都被录下,受害者恐怕超过百人,警方目前则已锁定一名可疑男子。 据了解,被警方所定的嫌疑人疑似拥有多逼房产,似乎是个房产大亨。 据了解的偷拍档案,甚至偷拍的时间还有好几年前,虽然有些档案重复,但以庞大的档案估算,受害的女性恐怕超过一百人。 警方调查后发现,偷拍的画面除了星巴克厕所,甚至还包含其他知名卖场与咖啡厅的厕所,这名色狼根本是偷拍惯犯。 警方指出,这名色狼把知名手机公司出的R1水管迷你相机粘在厕所层板下,接住透过远端控制在外面观赏并录影,待厕所没人再将迷你相机去回。 报道指出,警方表示,调阅监视器后已锁定一名嫌疑人,据了解这名男子拥有多避房产,身份疑似是个房产大亨,还有偷拍的癖好,目前仍持续调查是否有其他受害人。 苹果日报报道,警方笔对偷拍画面中,发现嫌犯把自己也拍了进去,笔对门市监视器后锁定这名男子涉案,将于近日传唤他到案说明。